来看到是女生在生理起来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注意私密部位的卫生 一名19岁的高中女生 她因为下腹部痛到睡不着 就医之后意外发现 她的卵巢跟输卵管都长了浓包 那最后发现罪魁祸首 竟然是没有更换的卫生棉条 原来这名女学生她是游泳校队 但生理期的时候常常没有定期更换棉条 结果吃水的细菌就吸附到棉条里面 导致感染 甚至还扩起了她的肠子病情是非常严重 她最后被迫切除输卵管来保命 但是也因此失去了生育能力 医师提醒一旦有惊痛 有异味或者有异常分泌物 一定要尽快就诊 才可以防止疾病恶化